大家好,我是何棒 不对不对,从来 大家好,我是何,秦师傅 今天我们分享何棒的处理方法 以及淮阳菜中很有名的一道菜 咸肉煮何棒 何棒已经让摊主帮忙劈开 取出棒肉 外壳已经扔掉了 我现在进行的是 把何棒两边的筛给摘掉 然后把棒体里面的淤泥清理干净 把何棒的肠子也摘掉 近拍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何棒的肠 断了一截连接在瑶柱这边 一会儿也把它摘掉 肠子连接的地方里面的淤泥和脏东西 把它挤出来清理干净 我们第一个何棒已经处理完成 近拍大家看一下 这个比较大 这个应该有两斤重左右 在我们江苏地区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便宜的 像这种不连外壳 是十块钱一斤左右 不过它的水分比较大 煮出来也没多少 做一道菜也要两个才能够 何棒的第一步处理 就是把筛和肠子摘掉 还有肚子里的淤泥 脏东西清理干净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这一步直接跳过 合棒倒入盆中 加入一把生粉 加入一大把盐 用双手给它来个360度 无时角按摩 一定要用力油搓 两至三分钟以上 这一步的目的是 清洗掉棒体表面的粘液 减少腥味 然后打开流动水 用双手给它抓洗 一至两遍 这一步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进行第三步操作 用擀面杖或者刀背 把棒体边上的腐竹 给它敲软 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 就不会感觉到硬 同学们要记住 这个很关键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第四步操作 给盒棒焯水 然后放入高压锅中 给它压压筋 盒棒冷水下锅 加入白酒去腥 进行焯水 然后我们按照国际惯例 水开后撇去浮沫 再煮一至两分钟左右 捞出放入水中 给它冲洗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的盒棒 已经很干净 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菜籽油 把锅润一下 这油有点多了 打掉一半 加入生姜片 冲断 简单煸炒一下 倒入盒棒 加入白胡椒粒 去腥增香的作用 再来一勺82年的料酒 从锅边淋入 然后加入长姜水 条件好的同学 也可以用鸡汤 或者排骨汤来代替 烧开后 我们把它倒入高压锅中 这个东西比较难炖 如果不用高压锅 要煮很久才能炖软 而且汤会干掉 也不清爽 所以用高压锅 方便快捷 也能节省大家时间 上汽后压20分钟 就可以了 在组合棒的时间 还准备了生姜 葱 豆腐 还有腌制的咸肉 这个是灵魂 非常关键 条件好的同学 可以用火腿来代替 还有这个东西 我们江苏地区 叫做央草 不知你们那边有没有 打开盖的时候 都能闻到很鲜甜的味道 先夹出两个改刀 剩下的可以做别的菜 就这样我们的合棒前期处理 分成四个步骤 操作完毕 现在我们做的是淮阳特色菜 咸肉合棒锅仔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使用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耐心看完 咸肉焯水去除表面的盐分 另起锅烧水 把豆腐也焯一下 去除豆腥味 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菜籽油 然后下入咸肉 下入生姜片 煸炒出香味 煸炒至微微发黄 炒出油脂 然后下入合棒 加入适量料酒 从锅边淋入激发香味 简单翻炒几下 让咸肉和菜籽油的香味 以合棒相互碰撞出火花 这样出来不会腥 加入煮合棒的圆汤 然后下入豆腐 中大火滚沸2分钟左右 让豆腐入味 挑出生姜葱不用 加入大量胡椒粉 蒸香去腥 由于放了咸肉 我尝了一下已经够味 不需要加盐啊 合棒本身就很鲜 更不需要加鸡精味精这些东西 一道非常有名的淮阳菜 合棒咸肉豆腐锅仔 已经大功告成 近拍大家看一下成品 金黄金黄的 非常有食欲 这个季节边点火边吃 吃得非常暖和 非常不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做得不好 纯属娱乐啊 喜欢我视频请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 谢谢